香港教育大學領先創新 為教育界揭開新的一頁 根據2016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 教大在教育學科位列亞洲第二 全球排名更加約升至第十二 作為全港最主要的私資培訓學府 教大培訓了很多教師在中學、小學、幼稚園執教 值得一提的是 教大近年更加開設了很多與教育相關的學科 推動社會多方面的發展教 教大教育及人類發展學院以人為本 著重人類整傳發展 為本科新開設了五個課程 包括幼兒教育榮譽學士 特殊教育榮譽文學士 心理學榮譽社會科學學士 人類與組織發展榮譽文學士 幼兒教育高級文憑 大家可以根據2016年的修商概覽 了解到各科目最好五科成績的平均分 以及修商學額 由於部分科目取錄了不少海外學生 以及非聯招生 因此 學生的數目並不反映該年學生的傳數 此外 特殊教育是2016年首屆開設 但修商的分數亦非常理想 我們學生的分數亦非常理想 我們的課程因時制宜 學以致用 我們與業界合作無間 因此同學能將理論付諸實淺 所有課程都提供實習機會 除了本地實習之外 同學更有機會遊歷不同國家 進行不同形式交流 過去一年 同學就曾出訪了南非、德國、澳洲、北京等地 在聯招榜上 全港最熱門的科目就是 友誼教育學士 上年大約收到8000份的申請 由於申請者眾多 我們只會考慮將課程列入Ben A的學生 因此的過程 除了考慮成績 更著重學生的面試表現 究竟學生是否喜歡與小朋友相處 他們對該行業認識有多少 都成為考官的因選關鍵 可能有些同學以為 我是男同學 會不會吃虧一些呢? 又或者 我會彈琴 會不會出眾一些呢? 而事實上 幼教是很歡迎男女同學入行的 而教師的心理質素 比起技能更加獲考官重視 除了教育學士的畢業生之外 高級民憑的畢業生 同樣可以獲得教育局班售合格 幼稚園教師的資格 並且獲得社會福利署認可 擔任幼兒工作員 按照去年的數據 教育榮譽學士的畢業生 平均薪酬 月入為17,200元 而高級民憑的畢業生 就超過16,000元 除了15年免費教育的實行 幼教行業的確需要更多 有熱誠的老師 加入我們的行列 人類與組織發展 在美國推行多年 是一門二門的學科 原因很簡單 社會急劇變化 致性之道必先以人為本 機構才能持續發展 透過跨學科的培訓 培養學生成為具備 暫身思維的專業人才 能夠兼顧員工、組織 與社會三方面的平衡與需要 帶領企業、機構創新、變革、提高職效 同時建立良好的社區關係 同學畢業後 可以從事有關人力資源管理、商業管理、公共行政或輔導的工作 想報讀的同學可以登入eApps申請為未來鋪路 本校的心理學課程 每年吸納了不少本地和海外的尖指入讀 他們有機會跟資深的教授從事臨床實驗 大型研究項目 本課程開設了三個不同的專項 包括學校心理學、健康心理學 以及人際關係與溝通 裝備同學投身不同的專業界別 例如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 以及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家 課程設有200小時的工作實習 為學生累積寶貴的經驗 畢業生可以申請香港心理學會 以及其他國際心理學組織的會員資格 課程上年已經培訓出第一批畢業生 當中亦有被本地大學獲取收讀臨床心理學 而該職位的起薪點大約是2萬元 《特殊教育榮譽文學士》 是全港首個獲政府資助的 特殊教育本科新課程 由於社會對特殊教育需求恩切 同學就業出路非常廣闊 同學可以出任政府、社福機構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項目主任、聯絡主任、社區支援主任、行政主任、平等機會主任、教學助理、項目統籌主任以及生命導師等工作 而在升學方面 同學可以修讀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 到主流或特殊教育學校任教 你也可以修讀研究生的課程成為特殊教育的學者 又或者進修言語治療、輔導學等碩士課程 發展不同的專業